新技术会带来什么样的新业谈? 巧合的是太和智库发起创办的第三届太和文明论坛9月7日在北京开幕。 在8日上午的前沿科技分论坛中,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原专职副主任彭波谈及新技术可能为人类带来的负面影响和伦理发表意见,并提出了解决思路。 彭波认为,人类完全有可能解决新技术带来的负面作用和伦理问题,并且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新技术带来的正面作用,最大限度地遏制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负面作用。 对于中国互联网治理理念的变化,彭波认为,先发展,后治理与修好查车再上路这两种互联网治理理念的选择要考虑时间长。 有的情况下,新的技术需要一个试错的过程,需要给技术发展有一个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过程,在发展中发现问题,用发展的思路和方法去解决问题,所谓刹车其实只是新技术的底线和边界。